我们知道说我们社区块据点的妈妈们 其实很多都有这个拼布缝纫的技巧 所以我们就想说开一个布口罩 口罩套的教学的课程 然后让妈妈们可以来学 学了之后她也可以做了自己用 那也可以跟据点的张哲结缘 老师一边讲解志工是边做边学 自己剪自己车缝 而这种布口罩是三用的 除了可以拿来当作一般的布口罩之外 里面还可以包内层 以及塞进外科的口罩 还可以清洗循环利用 而下个星期起 布口罩的制作也会设计成 社区的教学课程 透过社区的据点活动 来教导张哲之作 越南慈禧之工是带着生活 补助金以及防疫的物资 进行社区关怀宣导卫教 而照顾库拿到了抗菌肥皂之后 也拿出了零钱投足筒 把收到的爱再传播出去 而从台湾来到越南 一路跟着宋温暖的资源